捷運車廂內 一男一女不是坐在座位區 而是自備兩張木頭椅 坐在窗戶前 心理架當桌子溃在上面 網友就笑說就差一杯咖啡 就乘北捷警官咖啡廳嗎 根本是觀光列車 也有人說他們是優質長輩 誰還跟年輕人爭博愛做 這兩張照片在網路引發熱議 當是自己家這樣子 我是有看過就是 自己搬凳子坐在地上 就是那種排隊會去帶的那種 蠻不會辛苦自己的 尖峰時段捷運位置有限 近期不愛坐讓與不讓 旅船爭議 剛好手邊又有椅子 民眾物盡其用 照片在網路瘋傳 類似情況不值一莊 一名年輕人也被拍下 在月台自備高腳鐵椅等候列車 攜帶椅子上車沒有問題 但如果物體本身太大 影響到其他乘客通行 就會有觸法疑慮 如果將這個椅子 擺放在捷運的通道上面 因此有可能阻礙交通 就有可能違反大眾捷運法 是可以儲一千五百元以上 七千五百元以下的罰款 根據規定捷運隨身物品 隊長邊長不能超過一百六十五公分 長寬高總和不能超過兩百二十公分 北捷強調如果造成設備損害 構成危險之餘 可以拒絕運送 而係數大眾交通運輸 其他奇葩行為 布置這名阿伯 吊著欄桿 把車廂當健身房 台鐵還有人自背書桌滑平板 剛好跟椅子湊一對 把公共場合當自己家 還是得小心觸法 荷包失血 三地新聞顧原松陳寅軒 台北查報道